我们有请下一位成功 谢谢 谢谢 嗨起来 嗨起来 大家应该认识我 所有大会我又来了 上一季表现非常的优秀 大家有看过吧 只上过一期 大家就只看第一期就好了 真的 我当时计划就是 第一期先谦虚地讲一讲 我是斯文的老公 我吃软饭 然后在后面再发力 证明我不仅是斯文老公 还特别厉害 结果就只上了一期 不但没有摆脱 斯文老公这个身份 反而坐实了 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呢 我又去了奇葩说 表现非常的优秀 对吧 对 真的很优秀啊 我太精彩了啊 这个 是吧 而且我们队也非常的神奇 就是队内谁厉害 就淘汰谁 所以我走到了最后 但是上这个节目 我有一个遗憾 就是最后没有拿到BB King 真的就便宜了詹青云 真的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理解 说哇 陈璐 还有资格争夺BB King呢 真的很好 就是你想想 如果我真的拿到了BB King 今天就是以BB King的身份 参加Talk Show大会 然后突围赛没有过 那你证明Talk Show行业得多厉害 到时候我就是行业之光 对吧 不过上那个节目 也不是没有收获了 就我在那个节目 哇 集中练习了 大量的吵架技巧 天天练习开杠 哇 我现在吵架 已经非常专业了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的地位 已经提高了 斯文每次想吵架 我就跟他说 你确定吗 对方便有 不要拿自己的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斯文当然也不示弱了 他说 哎呀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我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于是我俩辩论了起来 最后我赢了 家没了 之后呢 我还上过一个节目了 叫做做家务的男人 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咋想的 做家务的男人 也太不适合我了 你看我 又不做家务 也不男人 我记得其实 前一阵的时候 疫情期间嘛 挺多夫妻离婚的 就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 就很容易厌烦 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万一我离婚怎么办 我就去网上搜索了 很多夫妻如何相处的话题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要抚养费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该如何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 离婚后 该如何寻找 下一个独立女性 好 又保证了 哎呀 太好了 诚哥的现花能力是没有问题 我当时其实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你斯文老公出道的我 离婚后 我是谁啊 成路 成路是谁啊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这不是成路 这是建国啊 其实呢 哎呀 其实我俩考虑离婚是放不下的 就最放不下的 是海源 毕竟海源才35岁 这个 是个涉事未深的中年 而他的好朋友就要离婚了 你说他该如何承受这样的事实啊 放心 海源 即便我俩离婚了 我们还是爱你的啊 我们会尊重你的选择啊 你想跟谁就跟谁啊 而且我们周末会一起去看你的啊 不过啊 我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就想离婚就离婚嘛 也许离婚之后 是吧 会对讲脱口秀有好处 会有新的素材 但我很快就想到了Rock 因为他也离婚了 对吧 上一届 同学大会也讲了离婚 结果效果就跟他的婚姻一样 失败 我不批他我都很难受 你知道吗 所以说喜剧演员 最大的悲哀不是离婚 而是离婚还不好笑 所以希望我能离一个好笑的婚 而且 哎呀 离婚很难的是 要面临跟父母如何交代的问题 你说啊 尤其我身份很特殊 你说啊 我回到家 我跟我爸妈说 我跟斯文离婚了 他们肯定很震惊啊 啊 那我家岂不是没有明星了 我说爸 我也是干这一行的 我可以努力嘛 我努力再找一个嘛 是吧 再找一个女明星 你知道张雨琪吗 他应该不会嫌弃一个离过婚的人啊 而且他已经为我拍灯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张雨琪 我是陈璐 我觉得我的灯好像都不是很光彩 你的每一个灯都来历不明 我跟你说 对啊 都都是 跟你说我用没有什么关系 雨琪姐拍的那个当口是说 她要找下一个的时候 雨琪姐给了她一个鼓励 对 我是觉得就是独立女性 没有多了一个机会嘛 对 给了一个鼓励 然后我给了一个 最后郭老师的点是哪个 我那个是粉色糊比较长 笑到前边的 谢谢谢谢 终于笑到 但是正好笑到了点上 郭老师之前看过吗 他跟斯文 对 看过 觉得谁好点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才 就是不是很冒犯吧 就我我我我我喜欢她的多一些 对 哦 谢谢 太不冒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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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斯文上来 你再说喜欢她 对我就不知道后边应该怎么办了 那我们恭喜程鲁我获得三当 进入紧急区 太奇怪了 程鲁今年比去年努力 因为去年他是 斯文说的那个他既不努力也不放弃 然后今年呢他是很明显的是在努力了 程鲁老师今天我认为不是他很自如的状态 就是他其实挺挺紧张的看得出来 但是他他有一些现场非常好的反应 然后就观众员很好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是去年第二季脱口秀大会的第三名 在那这几位还在这坐着吗 都起来 让位 斯文脱口秀太后还说什么呢 中国就这么几个女脱口秀演员 还有谁能想过她呢 我